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上色的滴水蒸花样 这个编织宝宝毛衣特别好看啊 首先第一排 编织一排下蒸 蒸用的是红色线 纸纸线啊 编织一排下蒸 第二排 继续编织一排下蒸 如果穿直的话编织一排上蒸 第三排 编织一排下蒸 好 第四排 反面编织一排下蒸 如果穿直的话编织一排上蒸 好 这里两排肥生蒸啊 再放白色线 第五排 编织一排下蒸 好 第六排 第六排 编织一排上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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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七排 编织一排下蒸 第五排 编织一排上蒸 第八排 这里也是四拍 第九拍放紫色线 一针下 挑一针不要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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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针下 这样边之一排 挑一针不要边 一针下 这样边之一排 好反面 第十拍 好 紫色这一针给它边下针 白色没边的还是不要边 紫色这一针给它边下针 白色没边的这一针还是不要边 挑过来现代的反面 边下针 如果穿只的话就边上针 你看 挑一针白色不要边 边一针下针 挑一针白色不要边 边一针下针 现代的反面 如果穿只的话就边上针 这样边之一排 第十一盈 放白色线 好 紫色这一针 编织一排下针 你看 编织一排下针 好 反面十二排 编织一排 编织一排上针 如果穿只的话 编织一排下针 第十三排 编织一排下针 第十四排 白面 编织一排上针 如果穿只的话 编织一排下针 到这里 这花样就编织完成了 然后又接着第一盘去编织 你看 编织多了 还是蛮好看的 这个编织保护毛 一片片好看